平時在圖書館的分類法都已經定了 但在這個書袋底下 其實那種分類又不如傳統那種 按著一些特色的主題 或者按著小朋友的經驗 作為一個選書題材 有一個很搶眼的站 就是放了很多這些書袋 一眼看下去那個感覺很鮮明 我知道有上下兩層去拿 還有小朋友的拿都比較容易 就算他不夠高 拿最高他也可以在底部托出來就拿得到 我覺得整個設計都很貼近小朋友的好奇心 他們能夠去探索那種空間給他們 這個有個大圖畫給他分類 他會可以集中點去選一些書 小書豆的表情有些很誇張 有些很可愛或者大笑的 其實會吸引到他們 他們都喜歡這些開心的東西 我應該會有很多東西 我應該會有些東西